詞曲 李宗盛 忍不住我貼心自己 伤了心有些事也要過去 心很痛痛得不想再做我自己 别回头轻易去愿意尽 盼向你也不是因为失去你 爱了你用紧握全心全力 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 情难了难在寻难的心 人纷飞爱相随 哪怕用一生去追我又怎么能追得回 与你相为我为你支为你累 风雨我都不后悔我又怎么有路可退 曾经申请你给了谁 奔向你也不是因为失去你 爱了你用紧握全心全力 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 情难了难在寻难在心 人纷飞爱相随 哪怕用一生去追我又怎么能追得回 与你相为我为你相遇 与你相为我为你支为你累 风雨我都不后悔我又怎么有路可退 我如何面对 人纷飞爱相随 哪怕用一生去追我又怎么能追得回 与你相遇 与你相为我为你支为你累 风雨我都不后悔我又怎么有路可退 曾经申请你给了谁 朋友们这里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霍美剑 您收听的在今天进行的带给朋友们的是我们的黄金岁月 刚才第一首带给大家这是爱相随 朋友们还记得吗 这首歌就是周华剑的 那也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啊 一开始先带给听众朋友 好今天呢是我们六月份的最后一次的播出 所以呢我们会在这里为大家带来在七月份的 在中华老人服务协会的重要的活动啊提供我们的朋友们 第一个呢还是我们看一下啊在这里新旧会员 换证是在7月8号礼拜六上午10点到12点 需要换证的会员们 请你记得到乔教中心108室去办理 另外呢中华老人服务协会还要特别感谢国泰银行 继继继续捐赠老人协会7500元 也感谢国泰银行基金会多年以来都对中华老人服务协会一直的支持 一直赞助才能够让这个协会能够一直不停的安排重要的活动 也提供就是我们在乔社的朋友们 那么可以有多彩多姿的一个退休生活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呢 这一次的课程方面 iPad跟iPhone的班级会有不同的学习课程 每一集是五个礼拜上课 每一周上两次每次两个小时 可以到教室上课 也可以用Zoom上课 那么在iPhone跟iPad Class第二集 二集班是6月28号开课 在礼拜三和礼拜五上课 10点到12点 一般的话就是应用软件 像是Message 还有形式力Calendar 还有Siri的这个语音识别 怎么样用它用说话的方式来执行你的指令 还有在YouTube或的优酷 怎么样在线看电影啦 看连续剧下载电影连续剧等等 另外如果要加入新的朋友和新的群组 讯息发送语音讯息 视讯通话 还有自定你的表情 群组聊天 这些很多的新功能 你都可以在iPhone跟iPad Class第二集的课程当中 6月28到7月28号的课程当中 你是可以学习得到的 那么在这一个通话 这一个课程当中 那么还可以让大家挑选 就是合适的日期 就是你如果和朋友一块安排活动的话 你可以了解这个Schedule的功能 怎么样子运用 让大家轻松了解 如何运用LINE 它内部多元功能 还可以做行销呢 好那么这是第二集的课程 那当然还有第三集的课程 第三集课程是8月9号到9月8号上课 也是每个礼拜三跟礼拜五 早上10点到12点 大家学习的是应用的软件 包括Siri使用 还有书签的分类 iPad和iPhone在桌面 这个Screen Top的分类 进一步了解它们不同应用软件 像是字典啦 地图啦 还有怎么样子创立WeChat 微信的账号和设置 及使用 还有手机传来的多媒体的讯息 你可以怎么样子连接全球的好友 可以进行视讯聊天 更大的用途 是可以通过及时通讯的功能 维系和朋友之间的情感 以及如何加入新朋友和群组 那么让大家能够轻松了解 怎么样子应用WeChat 那里面多元功能 那么欢迎朋友们 你也可以参加 因为人数有限 所以要早点报名 每一班收费只有40块钱 40块钱你上一个月的课 一个礼拜两次 每次两个小时 哇40个小时呢 所以这一个非常非常值得的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 你要开班前到乔乔中心 102室去报名交费 另外呢 我们也看到在中华老人服务协会 现在新增了一个太极健身班 它是每个礼拜二早上 9点半到10点半 在乔乔中心后边的停车场展开 由林荣辉老师是免费指导 要提醒大家 这是中华老人协会新增的班级 是太极班 每个礼拜二早上9点半到10点半 你可以自行的参加 乔乔中心后边的停车场 免费上课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在看的呢 这就要带给大家 是朋友们最有兴趣最有兴趣的 这是一日游了 不过再带给朋友们一日游以前 来 另外一首好听的轻松的歌曲 这是Steve Wonder带来的 You are my sunshine 朋友们 今天好热啊 天气太热了 You are my sunshine 会唱的朋友们跟着一块唱吧 歌曲之后 我们再继续来看看 这个7月份的一日游的讯息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That's why I'll always be around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heart Forever you'll stay in my heart I feel like this is the beginning So I've loved you for a million years And if I thought I'd love you for a million years I find myself drowning in my tears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That's why I'll always stay around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heart Zither Harp Forever you'll stay in my heart MAC You must have known that I was lonely Bpar because you came to my rescue and I know that this must be I could so much love be inside of you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yeah it's why I'll always stay around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s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life wherever you stay in the world yeah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欢迎继续回到的柔州文台 在今天我们的黄金岁月 刚才Steve Wanda的 You are my sunshine 朋友们喜爱吧 有没有跟着一块唱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的是 大家都想要参加的旅游消息了 每个月的一日游 7月份将是7月22号礼拜六 在7月6号星期二的上午就开始接受报名 所以很快7月6号 那就是下个星期四早上开始 在102市可以报名 但是必须是有效的会员证 你必须是凭有效会员证才能够报名参加 在这一次呢 费用是包括了午餐 还有包括了司机的午餐 还有门票跟瓶装水 一共是35元 要提醒大家 因为名额有限早点报名 那么地点的话 是在当趟的水族馆 在市中心的水族馆 早上9点20分就在桥桥中心登记上车 9点半出发 下午6点钟才会回到桥桥中心 那么在水族馆是全天的活动 是一整天的门票 会在水族馆探险展览 以及可以自由多次的搭乘 所有的游乐设施 可以多次就是不受限制 在这里可以看到居住在古遗址 这是马哈拉扎的寺庙废墟中 稀有的白老虎 印度是觉得白老虎 好像这是一种具有神性 而且是吉祥的象征 就有点像白象 白色的大象一样的 这个白老虎你是可以在这里看到 而且还可以靠近去了解马蹄蟹 和其他无脊椎动物的生态 包括了鲨鱼 它壮观的幼儿园房屋 鲨鱼还有kindergarten 这个还有这样子的幼儿园房屋 这个还没听过呀 一定要去看看 最难得的是你可以触摸和四 这个喂食活的黄鲫鱼 而且还有五颜六色的热带雨林的青蛙 和美丽的鸟都可以看得到 在Sunken Temple还可以看到很多种不同 像是狮子鱼的这种狼猪和河豚 还有一些很壮观的物种 在7月22号礼拜六 就可以在市中心的水族馆 这一整天的活动 除了这些以外 还有电脉和超过20英尺长的 老虎蚊的蚊蛇 同时水族馆里面 还有很多稀有的爬行动物 包括可以做通过 这个中心20万加轮的鲨鱼水池的 Huntington的小火车 沿途近距离的看各种不同品种的鲨鱼 也可以搭乘100英尺高的摩天轮 休士顿来欣赏市中心的壮观的景色 非常非常的好看 这真的是很难得的机会 午餐的话是 Sissy's Pizza 是自主餐 然后之后 就可以到KT Mills的Outlet Mall 去买东西了 哇 这太精彩了 这是一个大 而且有空调的室内的 一个Outlet 你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在里边买 好朋友们 7月22号的一日游 太精彩了 我都已经心痒了 星期六说不定 哎呀 说不定啊 说不定啊 我也可以参加呢 嗯 心痒了 心痒了 好好好 节目结束之后 我要赶快去联络一下 赶快联络一下 看看是不是可以参加 太精彩了 所以朋友们别忘了 在7月6号早上 下个星期四早上就开始报名哦 在乔教中心1024 但是一定记得 你必须要评有效的会员证 才可以报名 好 现在也要提醒大家 休士顿老人 中华老人服务协会 还会免费的协助申请 像是州政府的各项福利的服务 你都可以在礼拜二到礼拜五 上午10点到12点 到乔教中心1024去登记预约 老人协会会免费的协助大家 办理申请相关的项目的 好 今天我们下边就要带给大家 生日7月份寿星有哪几位 来 我们一块先祝他们生日快乐 我们就看一下在7月份的寿星 我们来看看有哪些朋友 吴秋莲 陈玉珍 黄丽妮 聂远毅 徐世民 毛丹 朱辉军 蔡飞丽 徐李一 郭秀娟 张沛 于青兰 红秋桃 潘姐 何燕云 林文德 劳伦贝克尔 詹丽荣 雷月琼 林志芳 刘美 胡翠桥 高吴春奇 高翠兰 红圣文 李济芳 郑蒙蒙 朱雅君 李云芳 刘淑芬 卢赵金 李大为 赖丽华 卢桓生 朱借君 豆张 李谷 林婉珍 杨景花 郭陈秀桃 张红雅 于威 周金平 胡连芳 编长春 水 文 一共 46位 46位 在7月份 过生日 长尾巴的寿心 再次的 祝你们 生日快乐 平安健康 一切如意 好的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 在今天 我们的黄金岁月 结束今天的节目 最后带给朋友们 一首 王力宏 当年情歌王子 也蛮有名的一首歌 叫做 一首简单的歌 简单的生活 简单的祝福 也是最诚挚的祝福 祝大家有一个平安的 轻松愉快的礼拜 一整个星期 下个星期四 我们同一时间 黄金岁月 空中再见了 拜拜 这世界很复杂 混淆我想说的话 我不懂 太复杂的文化 什么样的礼物 能够永远记得住 让幸福 别走得 太藏促 云和天 别何卦 从来不需要说话 断不了 一人之夜牵挂 唱金歌 说尽话 只想让你听清楚 我爱你 是唯一是唯一的倾诉 写一首简单的歌 让你的心情快乐 爱情就像一条河 难免会碰到波折 这一首简单的歌 并没有什么独特 好想我 那么的平凡 却要善客 我一直在想到你 让你了解我的好 却忘了 常常对你微笑 失去的 忘记的 我会尽力去弥补 你是我最珍贵的财富 写一首简单的歌 让你的心情快乐 爱情就像一条河 难免会碰到过着 这一首简单的歌 并没有什么独特 好想我 那么的平凡却又深刻 深刻 简单的爱 简单的歌 这一首简单的歌 让你的心情快乐 爱情就像一条河 难免会碰到过着 这一首简单的歌 并没有什么独特 好想我 那么的平凡却又深刻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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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